境外力量在台灣的代理人登記制度 什麼叫境外力量 就是不是本國台灣的力量 什麼叫代理人 就是他根本是別人的奴才狗狗 叫代理人對不對 他反映的不是我們的立場 反映的不是我們利益 反映的更不是我們價值 他反映是對方 是我們敵人的利益跟價值 這個叫代理人 在民主社會裡頭 我們希望用代理人登記制度 把所有這些紅色媒體 他必須一一揭露 我們相信 當台灣人民主義是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清楚知道 哪一家是紅的 哪一家是連共的 哪一家是鐵共的對不對 我們對我們人民 我們對民主有信心 但是訊息必須清楚的揭露出來 這個就是境外勢力登記制度 有必要性 又不向各位報告 今天紅色生動了台灣的 不是媒體而已喔 不是只有媒體而已喔 還有哪些 各位 包含學校 包含鄰里 包含廟宇 包含社區 包含組織 這幾年來 紅色是全面的滲透了台灣 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 我們必須認識到 今天我們所享有的民主生活 看起來很容易 看起來很正常 看起來理所當然 但如果我們繼續接受榮證 放縱這些紅色的滲透 在全面台灣展開的時候 有一天 我們只要有這個 我們只有十七五月 有一種我們習慣 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我們可以透過臉書 表達過意見 我們可以透過指揮用心 表達他們所看法 這些都有一天 因為這些紅色的力量滲透 結合明年 一月十下的大潛 而讓我們的台灣 在瞬間 世修 世修為常 已經可以那麼多年了 所以今天要感謝所有主辦單位的朋友 感謝所有的志工朋友 更要感謝今天從中午到現在 始終沒有離開的各位好朋友 因為有你們始終站在這裡 派為台灣民主 所以我們可以讓我們下一代 讓我們子孫一直像我們一樣大聲講話沒有恐懼 自由無心沒有負擔對不對 對